春天的阳气生发,人体在经过一个冬天的潜藏后呢,容易肝火旺盛,情绪不稳定,大动肝火,说的呀就是这个季节 那春季养肝四部曲,第一呢要增肝少酸,多吃甜 春天呀适当的吃一些土气厚的食物呢来养护其味 土气呢就是肝瓶之气,长在土里,带土之气的食物呢,如山药,百合,土豆,芋头,红树等 第二呢,要养肝血,靠睡眠,人卧则血归于肝,按时就寝,睡眠充足是养肝血,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方法 那优质的睡眠能够养护肝脏,保证人体按时进入睡眠,肝脏呢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,恢复元气 第三呢,生气,伤肝,学会宣泄,肝于化火 中医认为呢,肝血,调达舒畅,恼怒,烦闷,伤肝呢会引发肝火 最后啊,要户外踏青,有助降火,运动是促进气血调和梳干降火的好方法 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,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,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同时别忘了关注